大家好,我是真实军 2020年,一部抗战电影《八百》在全国内引发了巨大反响 影片中以谢靖元为首的四百国军坚守四航仓库 虽然整个上海都已沦陷,四面被日军全面包围 但他们丝毫不拘,仍然以顽强斗志抵抗着日军 让日军损失惨重,最终接到上面命令不得不撤退的故事 这部电影还是非常具有历史真实性的 但其实也被阉割过 比如为什么会有八百壮士死守四航仓库呢 这支部队撤出四航仓库后的结局又是什么样的呢 本期视频真实军就和大家聊一聊历史上的真实八百壮士 看过电影的朋友大概都能知道八百为什么挑八百 因为里面实际上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四百号人 为了迷惑日军,所以对外宣称八百人 1937年8月,松户会战爆发 当时日本人喊出的口号是三天站立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 为此日军一共在上海投入了15个最精锐的士团 出动了一半以上的海军 老蒋这边也投入了自己的血本 前后八十万最精锐的中国军队开赴上海 对阵三十万日军 从八月到十一月一共打了三个月 但其实到第二个月的时候老蒋就已经顶不住了 十月底便开始全军撤退 这个时候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 全师留下死守伤害 因为第八十八师是老蒋的嫡系王牌师 注意他可不是只有一顶德武钢盔的伟德谢师 而是正儿八经的全德谢装备师 蒋介石是希望借此让全国各地的军阀 看到中央军誓死抗日的决心 也让全世界看到 在上海中国军队还在抵抗日本人 以此获得国际上的支持 但这个命令被师长孙元良拒绝 因为这纯粹是送死 死的没有任何意义 在双方一番讨价还价中决定留下一个营 这才有了谢金元率领 五二司团一营四百人进驻四行仓库 就有了我们所知道的八百 到了首位四行仓库战斗 电影里基本上展现的就半差不差了 可这里还是要着重提一下两个人 第一就是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 在战斗打响后 围观在河队岸的上海市民 担心留守仓库的中国士兵 缺少食品和药物 就满上海的进行宣传组织募捐 第一天就通过租借送进去了 两万张大饼和蔬果药品 这其中贡献最多的 便是我们所熟知的横舍杜月商 第二个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市民 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孩叫杨慧明 当时她看到四行仓库的三面 都飘扬着日本高一级 南面是英国的米兹旗 她希望能做点什么 趁着夜色 她冒着生命危险 送进去了一样东西 所以在十月二十八日的凌晨 四行仓库的楼顶居然升起了一面国旗 这让河对岸的上海市民瞬间非常辣 齐声的高喊中华民族万岁 这两个人在电影中都有简单的描述 而之所以我要单说这两个人 便是因为在那个时候 他们分别代表的 是社会两个不同阶级表现的 最正面的例子 但四行仓库在进行到第四天 便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原因便是日军被激怒 使用各种火力和攻击手段 甚至用上了毒气弹 列强在上海的租界 怕殃及吃鱼 坚持要求撤出谢靖元的部队 于是坚守四天的八百壮士 在安排好阻击掩护后 撤进了阴租界 据账号统计 此战一共消灭日军两百人 摧毁日军坦克两辆 谢靖元这边仅牺牲九人 伤二十八人 那撤进阴租界的三百多人 结局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都看过电影八百 知道八百壮士的英勇事迹 那八百壮士的结局 又是什么样的呢 在街道撤退命令 谢靖元带领的四百国军 撤进阴租界号 部队就被绞了线 按照先前的约定 谢靖元的部队 应该是通过租界后 与护西的国军会合 然后继续投入到抗日战场中 但这仅仅是理想中的约定 实际上谢靖元进入租界后 吃了亏的日本人心有不甘 就给租界发出威胁 如果敢让谢靖元的部队离开 他们就立刻进入租界 松补追击 面对日本的压力 也迫于租界内中国民众的压力 他们没有把谢靖元交给日本人 但也没有让他们离开 而是将他们放在了租界内 一块十五亩的地方 给软禁了起来 而这一软禁就是四年之久 在此之间 由于是军人身份 虽然被缴械 但还是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 上海市民每天都会来到这片孤军的营地 女人就带点好吃的 男人就带几包香烟 告诉他们外面的新闻和战事进展情况 几乎每天都有几百人来看望 在他们眼里 这些人就是抗日救国的英雄 直到了1941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正式对欧美列强宣战 于是上海的各租界 便被日军强行接管 租界里的谢静元孤军被全部拒紧 然后发配到各地做劳工苦役 更有一个牌的战士 被发配到了遥远的新井内亚 大多都遭到了日军的虐待惨死 也有的病死累死 而团长谢静元 在1941年4月软禁期间 汪精卫委政府收买了四个谢静元的士兵 在24日凌晨出早操的时候被刺杀 重伤后不久便牺牲了 年仅37岁 这个曾经振奋国人 威震抵胆的谢静元和八百壮士 最终只落得这样一个结局 新中国成立后 元八百壮士的四百人 活着的只有六七十个 谢静元的遗孀不忍烈士下场如此 写信给上海市市长陈毅 陈毅非常重视 妥善安排好了烈士和烈士遗孀 到了文革结束 谢静元的墓才被移进上海万国公墓 这就是八百壮士的结局 我知道每个人都喜欢看热血沸腾 英勇无畏的抗日场面 但历史的真相总是这样冷酷无情 正如电影里的结局一样 我们总幻想着 英雄们能有一个圆满的中场 至少有一个悲壮的结局 但最后依然让我们无言以对 虽然历史冷酷无情 可我们该记住的还是会被记住 正是历史 才能让我们更加的通透自知 好了 我是真实觉 这叫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 加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如果有这么多的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